女郎小青做生意惨遭客户绑架 外表文质彬彬的男子竟是变谈凶犯 司机寻救却无人相信 面对施暴 禁食 恐吓等手段 小青几乎绝望 最终她将落得怎样的下场 今天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 由真实案件改编的 国产犯罪电影《监禁风暴》 小青是一个穷苦的人 家中有一个不能自理的老父亲 还有一个在上幼儿园的小女儿 为了养家糊口 小青做起了一个快速赚钱的生意 最近城里总有人失踪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尽管内心害怕 但是小青接到客户电话 还是会出门做生意 这天她到了一个客户家里 看着文质彬彬的客户小李 提出奇怪要求 小青感觉到不对劲 于是她找借口去打电话求救 但是晚了一步 她还是被抓了起来 昏暗的地下室里 小青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笼子里 笼外有几个女子正望着她 其中一个正是失踪的同事小花 原来这几个人 都是这些天失踪的女子 这天小青被凶犯小李放出来 并告诉说出了小青的家庭信息 听到这些 小青十分惶恐 生怕对方要对家人不利 凶犯表示 只要小青好好听话 她家人就不会有什么事的 几日后 小青被凶犯开车带出门 还给她一个窃听器 让她藏在衣服里 一会儿到了一个宾馆楼下 小青按照指示上楼做生意 开门发现有两个男人 楼底 凶犯用耳机监听着小青的动静 过了一会儿 小青下楼把钱交给了凶犯 第二天凶犯带小青回到她的家里 看了一眼她父亲 小青明白 这是凶犯想让她乖乖听话 下楼离开的时候 小青偷偷向路边走来的人求救 却被凶犯发现 路人以为这是夫妻吵架 便没有在意 随后她被带到一个废屋 凶犯拿着一个锤子就要打她 她吓得赶紧求饶 凶犯转身丢给她一个手机 上面正是自己女儿 在幼儿园的照片 她苦苦哀求对方 不要对女儿动手 并立马对凶犯表示 自己再也不反抗了 此后小青好像变得麻木了 她一边为凶犯做生意 一边和其他几个女子打成一片 但实际上 内心却始终没有忘记 找机会摆脱凶犯 她不能让自己和家人 一直处于这样的危险 这天小青和往常一样 做完生意准备拿钱走人 但是客户对她吐露了几句心声 这让小青再次看到希望 于是她赶紧在纸板上 写下自己的遭遇 还在小卡片上写下了一个电话 却不料被对方当成骗子 屋里的动静 引起了楼下监听了凶犯的怀疑 于是就要上楼查看 小青看情况危急 连忙把纸给吃了下去 过来查看了凶犯 发现没有其他异常 把这人打了一顿后 就把小青带走了 回到凶犯家里 小青没有被安排到地下室 而是和凶犯一起过了一夜 第二天回到地下室 一个被囚禁在这里的女人 因为嫉妒打了她 凶犯看到便把这个女人 绑到一个麻袋里 然后挂在墙上乱棍打死 凄惨的叫声 深刻的烙音在了小青的脑海里 几天过后 小青做完生意准备走 突然又回想起 那日凶犯残暴杀人的恐怖画面 但又想起自己年幼的女儿 一直处于这种人的视野中 为了自己 也为了家人 她再次下决心逃跑 此时楼下的凶犯发现不对 赶紧找了起来 她找到一个抬球室 看着里面紧张的服务员 却什么都没找到 只好无奈离去 看到凶犯走后 小青赶紧出来拿手机报了警 回到家里 小青发现自己的父亲 已经遭遇不测 还没等她悲伤 便又被藏在她家里的凶犯绑走 这次她也被装进了麻袋里 警察赶到的时候 还是晚了一步 小青没能获救 但是她用自己的牺牲 救下了其他女孩 影片最后 凶犯因为故意杀人罪 非法拘禁罪等罪名 被法院判于死刑 魔鬼终于得到应有的报应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